IC 机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 IC 是由加QV在1958年发明的 IC 现在无所不在 电脑 手机 数位家电 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 IoT 5G AI 8K Video 自动驾驶 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 我是陆一针 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加入IC梦想家 我是陆一针 在新一天上午11点钟 跟大家在空中 还有接下来的YouTube频道来跟大家见面 那这个节目呢 是由非得电台跟脸书社团 跨域汇流研究所所一同共同企划制播的 我们聊一聊在科技领域上面 看我们的科技生活 最近有什么新的突破 每周节目呢 都会邀请一个是来自于科技或财经专家 他可能是创业家啦 或者是有他自己的第一身的 这个实战业界经验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节目上面邀请到的是一个云端的服务平台 叫TUTK Clay的老板叫郭启明 那其实呢 郭董他在很多年之前呢 他就把他整个公司的业务 从硬体投入到软体的开发 接下来又转工这个互联网的技术 还有物联网的平台的建制 但中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 而且高度技术相关的产业链 那中间需要很多很多产业的推手 今天推手之一就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透过这个节目呢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科技产业的最先端的访谈 但是最近不论科技世界怎么动 我们都还是关心的是防疫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病毒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的让大家可以过好原来的生活 而且这一连串的恐慌 其实在市场上面也造成很大的波动 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赶快听听美声主播Grace 他们我们谈点的科技头条 大家好我是Grace 以下为您会整过去一周产业重点新闻摘要 数位焦点相关新闻出自联合新闻网 非洲自推防疫的科技 疫情地图风险分级 德国之声报导 在WHO举办的国际COVID-19科技防疫黑客松大赛中 来自加纳的获奖团队开发出一套疫情地图 不仅呈现案例的数量 还依据风险程度进行分级 供各国政府参考 耐吉利亚的健康资讯平台 Welvis开发出可根据症状和接触时 评估感染风险的简易评估APP 以达到医疗院所分流的目的 AI相关新闻出自科技新报 AI结合热项仪提高精准度 胡卫院研发成果获得国际的瞩目 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成功开发出有AI技术的热项仪 透过人脸边缘辨识进一步来测量体温 可排除眼镜 帽子 口罩等干扰物影响 提高热项仪的精准度 具备AI智慧人脸边缘即时侦测 多人同步动态量测 体温警示 即时通知 以及证件感应等四大功能 不仅能监测还可自动建党 对机构的防疫很有帮助 8K相关新闻出自电子时报 8K落地两好三块 电视业者仍然乐观 疫情冲击导致冬季奥运延期 NHK原定以8K讯号转播奥运赛事的规划延宕 加深市场对8K电视销售推展的悲观程度 然而业者看法迥异 除了借电视生平技术 弥补现阶段8K节目的不足 8K电视价格下跌速度高于4K 也有利提升需求 三星电子更预期 2020年台湾8K电视销售金额 已可占市场5%的比重 高于全球市场平均值 产业动态相关新闻出自中时电子报 鸿海威州厂区生产医用口罩来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 持续延烧 鸿海科技集团宣布 透过旗下品牌夏普 已开始在美国威州园区生产 并测试医用口罩 未来将持续提供给医护 执法人员 药剂师及其他人来普遍使用 也将继续遵守威州州长埃佛斯的紧急命令 和美国机关局预防指南 要求部分员工在家工作 组装线员工要接受安全规范的作业 产业动态相关新闻出自经济日报 趋势科技表示 骇客利用冠状病毒进行新一波的网路攻击 全球网路资安解决方案厂 趋势科技近日发现 名为Project Spy的网路间谍活动 以Coronavirus Updates当作应用程式名称 诱骗使用者下载后 监听通话 收集和传送简讯 虽然该应用程式 因人处于开发与测试的阶段 但相信骇客证4G 替恶意程式码进行再升级 提醒民众要小心防范 以上是本周的IC新闻 我们下回见 全球防疫都来不及的时候 怎么还有骇客利用最新疫情的更新资讯 来当初是骇客攻击的门面 真的是要小心冠状病毒变成了网路攻击 小心还是不要在网路上面乱点 还是常常收听非谍电台的节目 还有常常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在每次播出之后 在下一个星期都会有YouTube上面的影像版 记得有订阅跟小铃铛 从疫情到现在大概已经5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疫情结束之后 会不会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会不会从远距的工作到远距的教学 甚至是我们的餐饮各式各样的生活各方各面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跟我们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今天的科技大叔说故事 要来说的就是你的疫情结束之后 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 然后听听他怎么说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今天大叔想聊的主题是 你的疫情过后是什么景象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室内全球至今 已经迈入第5个月了 全世界的确诊人数也已经破百万 为了降低这个感染率 各国的政府寄出封城禁止其会等等政策 那这个世界的经济震荡 中小企业面临倒闭潮的这个同时 远端零接触经济也因为这个防疫而兴起 那大叔比较好奇的是 疫情过后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景象呢 防疫期间为了这个防疫封城的欧洲各国 像是英国人是在家开这个线上酒会趴 意大利他们是开启所谓这个阳台的音乐会 左邻右舍为了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在自家的阳台上进歌热舞 西班牙则是号召民众在晚上10点 为这个医护人员开窗来挤掌 那除了这个法国歌剧院开放线上经典曲目免费观看外 旁闭度这个艺术中心啊 他也提供由专业人士录制的这个导览影片哦 那台积电的创办人张松谋先生表示 疫情就像是战争嘛 即便全世界成功的控制疫情 但是啊 人民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 的确 疫情之后啊 新的商业模式萌芽了 在欧美新之有年的这个远端工作模式 在亚洲也逐渐的盛行了 像是远端办公室软体Rune Google的Hamsups 还有啊 在家看病的这个远端医疗 股市啊 短时间也发展出这个远端经济与医疗的这个概念股 各式的电商啊 追剧的平台啊 美食外送服务等等啊 更是不出门的好帮手啊 各自在这个零接触商机的这个舞台上面 大放异彩 那尸体世界啊 除了这个新冠病毒被迫限缩嘛 人们当然寄希望于这个虚拟的世界了 但是近日啊 却爆出骇客 在刚刚大叔所提的这个远端视讯软体Rune上面动手脚 在这个安装档上面植入挖矿的病毒 使用者啊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面成为骇客的金库 这种挖矿病毒啊也陆续侵入Android系统 还有开放空间的WiFi 看来啊 不论是实体还是虚拟世界 人类未来与病毒共舞 它是很难避免的嘛 那听众是否也会好奇啊 疫情过后啊 人们究竟会怎样呢 意大利人难道就不拥抱了吗 法国人不亲吻了吗 印度人不再用手吃饭了吗 华人打招呼都以拱手来作医了吗 过去的习惯啊 思想啊 核心价值与追求 会不会改变呢 又会怎么样的改变呢 加拿大的一项民调发现 疫情爆发后 年轻人开始追求心灵层面的满足 那有别于过去追求物质的消费文化 他们的新追求啊 是实现人生的意义啊 并且更加珍惜健康啊 家人啊 与朋友 那德国之声的一项报道也指出啊 新冠肺炎啊 虽然造成恐慌 但是社会团结抗疫 让这个利他主义啊 意识的抬头 同理心与同情心 让社会变得更温暖了 那疫情啊 限制了人们的这个旧友的选项 但是也成就了所谓的新社会了 也许疫情之后啊 社会会更温暖 物质主义会示威 人类啊 比以往更追求心灵的寄托 自我追寻与实现 像是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啊 明天过后嘛 男主角父子 宾氏啊 长久以来的感情不和 多了些真情的交流啊 在这个万般的灾难下啊 起码还有一些人文的曙光 那疫情过后 也许有些人啊 是永远与人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哦 不再拥抱了 那有人啊 反而会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 重新得到的这个相聚的时刻 那这是没有道德上的对与错了 而至于你呢 你的疫情过后会是什么景象呢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们下回见啰 你好朋友 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那么其实节目在过去呢 花了很多的时间 逐步逐步的介绍5G跟AI 大数据的应用 其实我们每一个主题 都邀请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带着他的企业 还有甚至是实际的产品 来跟大家见面 那其实这几年有一个字眼 非常非常的红 就是万物互联 希望接下来我们生活当中 所有的用得到的 不论是很小很小的 家用的东西 电器 电子 只要装上一个晶片 它就可以随时随地 透过我们的手机 在远端的地方就可以控制它 然后甚至所有的数据 都可以汇整 变成一种智能家居的 整体的这个概念 那今天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位呢 他是云端服务平台 TUTK可类的老板 郭启明 Patrick你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你好 露露 你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是物联智慧的郭启明 也是跟我们节目的 科技大叔 Patrick一样的叫Patrick 那接下来就叫你Patrick 是 Patrick今天很用心 他带来很多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你在过去报章杂志媒体 都有看过的这些很夯的很有趣的小玩 小小小小生活上面非常非常逗趣的小帮手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有趣 我们先从最靠近的这一台叫FERBAL 这一台机器开始好了 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有一个什么是物联网的这个概念 我们再回头来好好介绍Patrick的公司 OK 我就介绍这是我们的台湾的一家客户 他是中文名字叫有鱼科技 这家很特别 他也非常成功在全球目前在宠物 豆狗喂食的这种一个摄影机跟设备 应该是他是占有率最高 而且是非常受欢迎在北美的Emeron 是销售第一名 Patrick他做什么呢 他是做了一个有camera的 然后有那个那个就是 他这个前面这边有一个端孔 他是有抛物线 有一个饲料孔 这边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你远端手机可以 直接就操作到这一台 可以看到 然后用语音可以叫他的狗狗的名字 然后狗狗就会赶快跑过来 就在前面 那等着你按下去按钮 然后就抛出一个那个饲料出来 这样子跟狗的互动 因为很多人都在外面上班啊 或是狗狗单独在家 就是主人就其实心之悬在那边的 那就他很高兴可以 有这样的设备 可以跟家里的这个他的宝贝 可以这样的互动 我第一次看到这台 FERBO的机器呢 是在美国著名的一个脱口秀 island show上面大家看到的 因为他里面内装了一个摄影器 所以这个东西平常是放在家里面的 那我外出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摄像的镜头 看到我的宠物 不论是猫还是狗 他的现在的这个情况 那有可能狗很容易在家肚子饿了 这里面其实刚刚看到这个缺口 是可以放这个一般的狗饲料的 重点是刚才Patrick他有提到一个就是你想叫一下 你家里的宠物猫狗的名字的时候 这台机器也可以帮你办到 也就是说你不用在现场 就可以透过这个机器 这个外表上看起来非常像水罐一样的东西 但是他就有这么精密的智能的表现 是是是对不对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Ferbo 他的技术呢 也是用了你们的技术 就是要用到我们物联网联网的技术 其实我们公司帮这些这个智能设备 做了一件很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输出很快 要很容易让使用者就不用很麻烦的IP的设定等等的 他就可以接上去WiFi一连 然后就可以跟他的设备直接的互动 这是我们公司主要做的事情 这样讲有非常明显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很像是很干燥的地方 家里都会有一些什么加湿器啊 水氧机什么的 对不对 对 这个也可以物联网吗 大概这台就比较特别 因为这台现在市场上好多有这种水氧机啊 可是这台是唯一有WiFi的模组在里头 你远端可以去直接操纵遥控它启动 开跟关设定时程 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开都可以 而且还可以开灯 这个不得了不得了 因为呢这个水氧机其实这种东西呢 从我还爱漂亮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在家 你不论加心油香氛 或者是你加湿 都是一个非常 其实亲民的素材 可是刚才Patrick说 他可以加入一个WiFi模组 然后还可以定时 甚至你在远端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它 那我觉得很不可失忆 我们是不是要来操作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在看 呃 这就是这台的水氧机 在某一个地方 对 在我的办公室 不是这台 不是这台 在我的办公室 我只是就这样 一个科幻电影来着 然后我用我的手机 可以跟我的水氧机 现在有一个APP 可以控制它 联络 然后连线当中 对 好 连线成功 然后就譬如说 我现在按下去 诶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应该会打开 它透过一个WiFi模组 跟你们的这个技术 它不仅可以跟这个手机上面的APP 互相联动之外 你在远端就可以透过这个APP 让这个是一个远方办公室里面的水氧机 可以因为你的APP而受到控制 然后而受到 比如说你说时间啊 长度啊 颜色啊 等等的 都可以透过更科技的方法去使用它 我觉得更生活化的感觉就是说 你下班回家天已经黑了 可是你家里的就灯还没开 你个远端先把它打开 哎呦 然后寂寞经济 现在大家都稳单 对不对 2019年最夯的词 稳定单身 那有了这个就可以解决 解决 解决 不过老板应该没有这样的那个问题 你看旁边是这么 这么幸福的全家福 看旁边有没有 这是我的Google Google Hub 其实它也可以跟它连线 可以呼叫它 对的什么照片对不对 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我可以请它播音乐啊 就从远端用我的这个 CAMERA的影音 因为我们帮设备联网的时候 当它连上线的时候 我们公司主要是服务 那个联网之后 影像跟语音是同步的 嗯 我们是做到这样子 配音是可以做到这样子 好 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个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回来讲这个技术上面的本身 这个产品呢 其实我过去也看过他们公司的名字 哦真的啊 不好意思 它外插座的这件事情呢 它把一个灯泡跟一个 又是一个摄像镜头 还有一个插座 它整个套组卖给你 要干嘛呢 它就是一个智能家庭 标准基本的一个整套 我在外面可以打开灯 对 开灯啊 你可以控制 因为你一般的电器设备 插在这个插座上 你就可以远端去控制 那当然又跟同一个APP里面 就可以操控这些其他的所有设备 明白了 派出我很好奇 我们讲从节目开始到现在 讲的有很多 有灯泡 有宠物市场 有这个生活家居的 甚至是相分的这个市场 这么多不同的产品 用的是你的技术 你现在服务多少客户啊 现在目前全球快接近 4000万台的设备 那 比如说 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讲 在这边我们看得到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dashboard 它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 online正在连线的设备 正在连线有2300多万台的设备 这些设备 84%都是IPCAM 就是刚刚看到的这种 摄影机网路摄影机 那另外大概有15%是DVR NVR 还有NAS网路储存设备 这个就是表示说 我们公司专注在影像跟大档案的传输 这种服务 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我们就讲一下好了 这2300多万台 是吗对不对 2300多万台 跟台湾人口数差不多的 这个设备正在全世界启动当中 能够造成这些都可以物联的关键技术 用最白话的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 加入呢 你刚刚说加入一个WiFi的模组 那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就稍微可能要我讲一下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这其实当年成立这一家公司的时候 就跟我们节目的名称梦想家 我是觉得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我觉得网路摄影机怎么那么的困难设定 因为它要设定固定的IP 要设DDNS Pole mapping 当然这个名词就不是一般消费者可以听懂的 所以当年2007年06年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IPCAM大家都讲的 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的机会 可是我看到那么难设定 根本我是觉得不可能走到消费者 所以我当时是想到说 如果能够像Skype一样 像QQSkype微信 它下载就可以用 它一上网就可以看到对方 对 那这个就是点对点的一种技术 那我们就是想说 把Skype这样的一个技术 用在哪里 用在这一些生活上的 尤其是网路摄影机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想说 如果手机按下去 一个你的APP 它就跟它连上线 跟某一个生活物品连上线 当然它有它的IP设定的 那都是我们公司已经做好的 一个SDK的一个程式 可以直接拨在设备的那个主IC里头 那具体来说 是不是要在每一个生活上的物件中 上一个晶片呢 才有办法跟这个原转的 因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有它的主晶片 对 那我们就是整了很多的主晶片 每一个客户他拿它的硬体设备来找我们 我们就把我们的软体 投进去 然后给一组号码 那这个号码就在我们的主服务器上面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全球的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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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全球这么多的设备正在连线 都是我们的主服务器有这些的序号 所以他联网的时候我们就会帮他做牵手 耳朵的工作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名称啊 可是哦可类 他就是达物足语嘛 也就是牵手的这个意思 这样子非常有台湾的这个本地的这个精神 不过我很好奇这两千三百万台的这些设备跟装置当中 他们大部分是什么 嗯 什么类型的电子产品啊 这个我很好奇 就是像那个 譬如说像小米的摄影机 它卖的非常好 还有刚刚这台WISE 它好厉害 他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就卖了三百万台的设备 嗯 在北美 那就是消费性的IPCAM 网路摄影机 对 85%都是网路摄影机 那它这个流程是说 客户他有一个想要发展的电子产品 对 然后希望有IPCAM的功能 那他们来找你进行这个技术的提供 对 应该说技术的服务或平台的服务 嗯 因为那个 单单只有连线连网 其实是 是后来慢慢的会觉得不够 因为你必须要提供设备的管理 账号的管理 还有影像必须要云端录影的服务 那我们就一一的 这几年来就一一的服务客户 这样子我明白了 对对对对 那很好奇如果是完全一个 它没有电子晶片在里面的 可能说一个传统非电子性的产品好了 但是它想要变成物联网大家族的一部分 云端智能的一部分 那这样子的业务你们会 这个例子就很妥了 这个水氧机在市场上就几乎是没有那个 大概都是手动的开关 对啊 而且还要插插头 半夜都看不到地方 还要这样去插 然后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就把WiFi的模组加上去 那就可以远端去来遥控它了 就是你们公司也会做这种传统的 非电子性的产品的物链智慧的整合 传统比如说那个家电产品也有 比如说现在有扫地机器人 那扫地机器人现在人家也都有加进那个 CAMINA在里头 嗯嗯 就是在外面可以操控你的那个 当然啦 你知道怎么走啊 小力机器人跑到哪里啊 你要叫它向左向右都可以操控 嗯 那也有 呃 现在也很流行早教机器人 嗯 也可以来操控 陪伴小孩子的 教育型的这个机器人 呃Patrick 可是我很好奇 如果一间 呃 他既然有能力发展晶片 甚至是 呃 做到最后硬体生产的一间公司 他为什么特别要在IP摄影机优化 这件事情上面找到你们 难道他们自己的研发团队 没有办法做整个后面的这个连线吗 呃 应该是这样讲 很多的客户的确他们认为 好像他们可以做 但市场上 慢慢的使用者会 会有一种 呃 心态 他觉得他操作上必须要很friendly 嗯 速度要很快 嗯 出途要快 就是影像 立刻看到这样 感觉要坏 对 那 早期都是用转发的服务 他有latency 嗯 延迟 延迟了就发现说 哇十几秒啊 像我们刚刚 网路环境不是很好的 一直都 没有提供网路 所以我没有办法连出去 那刚刚他一找到 那就马上连上线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 呃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你 设备产品你卖出去 你卖到全球 你外销出去 到全球 每个国家的网路环境 其实是 不相同的 哦对 那个很麻烦 各个国家发展的 对 还有数据商 运营商 其实都很不同 那我们公司在 呃 已经第十一年了 所以 这个 前期一直在 try 一直在试 一直累积的经验 今天我们 会有 国外大品牌 国际大品牌 Posh Honeyway 等等的客户 会采用我们 像小米 它其实研发团队 数千人啊 很强啊 但是它真的 这方面的联网 还会采用我们 专家的技术 我想我们是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取信你这些大客户 听起来的这个优势是 一 它显示的速度 你很有自信心 稳定 稳定 联网 稳定联网 不论是任何 任何国家 今天 2300万台 在全世界的这个设备 它不论运营商是什么 稳定的输出 然后速度表现也很快 再来就是 它终究是要透过一个UP来操作 对不对 是 不论是你的声音 还是你的左右的方向 然后你们这个界面 你们觉得设计是很 user friendly 呃 user friendly是 看各个品牌 它的产品的设计 有一些公司的规模大小 它比如说它就有能力可以自己要做UI的设计 自己做 那我们公司就提供了我们所谓的半套的那种APP 给它 让它自己在优化 对对对 但是核心的那种功能呢 就我们自己的设备可以提供 这样子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自己很好奇的产品 是跟门铃有关的 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就觉得 哦这真的好像科技进在我的 就在我的家门口了 真的马上要打开门进来 诶 他怎么这么厉害 谢谢团队有准备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 耳腕枪 不是 这是一个 户外型的 电池式的摄影机 什么意思 电 电池式的 Battery Cam 它不用插任何充电的东西 它电池它就可以 OK 然后呢 它是户外型的 CAMERA 其实这个跟 你刚刚讲到的门铃 是结合在一起 请说 现在市场上 其实像 国外 电子的感觉是不是 OK好 它是 那个那一种 像我们说 那个Dawbell 那Dawbell门铃呢 是把摄影机也在里头 现在也连 结合AI 比如说 电视吗 对 因为你到 到那个 按门铃的时候 它影像已经帮你先初步的辨识 我跟你说 因为过年假久 看超多惊悚片 我每天晚上在家都看这个 Beans watching 超多惊悚片 这我觉得好像好重要 再多说一切 让我听听 因为那个 现在它已经都做到 就有一个杀人魔 如果现在在门口按你的门铃 AI可以透过这个摄像机看到 这不是我认识的人 如果不认识的人走过来的时候 你的手机会收到一个讯息 它不是你的家人 比如说你买了这个门铃 有那个Dawbell的门铃 它已经 你安装好之后 已经把你家里的成员都已经在里头了 然后非认识的人 他马上辨识 就通知了你的手机 恐怖情人现在又在门口了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就会推到你的手机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 直接跟那个不认识的人 对吧 你要做什么 你是谁 他一定会吓一跳 我都还没有动作 我只是来想要探头探尾 就被你已经在操作了 甚至还可以做其他的联系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 那个恐怖片只是一个影子 是因为我觉得像IPcam 当然日常生活当中联网很重要 但是其实它对于家居的安全 甚至是各个社区企业的安全 防护这一边是不是应用也很大 对 因为门铃跟家居的其他的这一种结合 是还蛮重要 IPcam 对 影像跟设备其他的联网 这个真正达到物联网的应用 其实它是设备跟设备的互动 也就是说当这个设备 有什么事件 他会透过其他的 sensor其他的另外的一个设备 我们打个比方说 好刚刚讲门铃 对 那门铃 诶 比如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回到家了 他没有带钥匙 对 然后诶 远端可以帮他开 那开的时候 他门打开了 可能我们马上就确定 窗帘该开啦 灯该开啦 什么 这个全部 都其实都互相联动 所以整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 智能家庭的感觉 从节目到现在呢 我们聊到日常家用上面的器材 怎么透过物联的方式 让影像及时有给你最新的讯息 但是我们休息一下 进行广告回来 我想听听看 如果在大范围的应用当中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 机场捷運站 然后甚至是我们要面对大的 社会上面的问题 怎么可以透过你的这个技术 有可能有一些新的突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才呢 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有访问到Patrick 他的这个平台智慧 物联智慧Clay的这个平台呢 其实帮大家不同的生活上面 智能家具上面的物件串联在一起 但是在今年你们似乎有一个 全新的新的概念 而且可以把它用三个S 这种很好记的这种一个口号 把它浓缩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准备了两年 在今年年初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那个CES的电子展 消费型电子展 全世界最大 最好玩最有趣的 都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CES登入 那所以你们在今年也 第一次参展 我们以前都是去跟客户拜访 然后开个会这样子 但这次我们变成参展商 参展商 对 展什么呢 就是展我们的新的Clay 2.0的平台 那这个 这一次为什么会特别要想 因为过去我们的平台就帮客户做联网 帮客户的设备做管理啊 或是一些推波的服务 可是我们这一次呢 就比较不同的是 我们用3S的一个概念来讲 那这个3S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更智慧 Smart 然后更安全 Security 还有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Subscription 就是希望它能帮客户创造 有订阅式的服务 嗯好 就像有点Spotify啊 Netflix这样子 我们慢慢讲进来 对我们就是想说 第一个先从Smart的开始谈 这些还不够Smart吗 这些 嗯 坦白讲 这些是之前 那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 让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协议的设备 可以互相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 目前更 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好多大品牌 都有它自己的联网协议 嗯 那像不管是Google啊 Amazon啊 或是三星 Samsung啊 然后它的家电产品 大家各自都有自己的 品牌的一个协议 那我们公司就希望说 能够透过我们的平台 他们的协议底下呢 可以跟我们 能够用到我们的平台的时候 就可以跟别人沟通了 对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电视是Sony的 那我的冰箱是Samsung的 对 那未来如果那个家里的网关设备 是采用我们的2.0 这两台就可以沟通了 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 但不需要电视里面有你们的晶片 或者是冰箱里面有你们的晶片 因为每个设备它都要连上网路嘛 连上网路我们就用这种网关那边 就gateway那里 明白做同合的 对对 这样就可以帮他们互相做沟通 好不同协定不同品牌之间 跨品牌的互相的物联 这是你们更智慧的部分 更安全这边呢 更安全因为过去像我们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Amazon的Alexa语音助理 他现在非常夯 夯很久了 可是就有一个问题 他去窃听你生活上面讲的东西 然后推播你的广告 然后你喜欢的音乐 然后他全部都会知道你的喜好 然后大家都说 好像养了一个什么 监听贩子在家之类的 这个就priority 这个资料 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 譬如说我在家里每一个动作 我每一个都已经把这个资料送给他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原端服务 有目前也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Akale 2.0 就做了一个可以去中心化 你的服务器呢 你不需要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联网 设备跟设备的联网 是你家里的Gateway 你家里的网关设备 它本身就服务器了 它本身就可以在地 就是去帮你做互动联网 那除非你人在外面 想要连带你才需要云端 但是这是user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认为 security你要做需要云端 或是需要在地是由消费者 自己来做决定 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上传自己的资料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可以去中心化的那种服务 这样子 你说这个选择回到消费者手上 这是更安全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是我更想听的 subscription是这样子 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如果你跟我 我们都一样 常常会有手机或是家里的 像我家里电视 或是我就每个月要缴Spotify的费用 要缴Netflix的费用 这是我订阅的 我每个月付了一两百块 一两百块付两百块 算一算也不少嘛 很多东西都从来没开还继续付都忘了 冤大头 有一些产品呢 他传统的电子产品 今天跟物联网跟云端的服务结合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 让他有延续的应用服务出来 你想要多一点服务 好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刚讲IPcam 你当然你如果是 像这个户外型的CAMERN 电池 通常电池 他如果说你联网看到的是外面的户外的 你面对的是陌生人 那当然有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如果录在这个设备上面 其实真的是坏人走进来 他就把你的设备拔掉就好了 但是他已经把影像已经录到原端的话 那你原端上面就是一个事件有备份 这样的需求就会出来 我们目前国外的美国的客户就很多 他在卖这个设备的时候 他重点是希望能够创造 消费者愿意每个月多付个4块5块美金 来采用这个原端的设备 因为他硬体设备只卖了一次 就他利润又很低 卖硬体产品但是用软体的方式收钱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subscription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是一般消费性产品 开始要来做这件事 是因为物联网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subscription的model很重要 可是对于Spotify来说 我每次交钱我可以听到歌啊 那对于这个我交钱之后 我可以拿到什么回馈 对消费者来说 因为你 买一个保险的意思是不是 发现 应该这样讲 因为你对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安全的部分是 有人愿意多付点钱的 那或譬如说 baby monitor baby cam 就留下来那个影像 对对对 他甚至于人在上班 家里的阿姨或是谁在看着 那他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调阅去看 那其实如果说三块钱四块钱美金 现在美国 120块也是一两百块的钱 对这种概念其实是 大家都很愿意来买这个服务 那我可以打个比方吗 刚刚我们不是有说那个冰箱也要联网吗 那如果冰箱他用软体方式来收钱的话 就等于他记录里面 他就说内容物 什么时候你要采买新的东西 甚至他开关省电 电量每个月出一个报告这种 然后让你去可以收钱 收软体的钱 这样的方向是对的吗 对因为应用的服务有价值的 其实就是现在物联网上面就是有这个机会 你创造了一些的价值的服务 是消费者他愿意 因为你这个价值的服务 我愿意再多每个月付了一点钱 然后这是一个订阅式的服务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抗议 其实我们在北美也因为这种云端录影的服务 我们去年就北美的话 我们就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两百了 也因为这个服务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也跟大时代的影音的需要 不论是记录到娱乐就最粗糙的那种 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 到我很精致的娱乐的内容 这个趋势结合上也很有关系吧 对因为再加上现在影音的录影服务 这个越来越重要了 慢慢的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试调的报告 Gana他就有提到 专业的投调的公司 未来的三年5G最重要的那个 使用的领域 装置的应用的点 大概装置应用量最大的就是 户外型的监控摄影机 他讲的大概目前有占了70% 户外型的监控摄影机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户外型的 但是未来因为户外型 你可能如果装在你的庭院 你家里面的Wi-Fi比较远 就其实是必须要用5G 那影像 现在的影像的画质越来越好 所以你就5G的 比较高的频宽可以来传送 所以因此 户外型的监控摄影机 未来是在5G市场上就很 很大的一个份额 因为必须现在基础设备是 大家讲的很夯 可是应用到底是 是什么 还在试水温 我觉得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在尝试试水温 可是刚刚已经 户外大型监控摄影机 这个户外的监控摄影机 可能就是一个亮点 最大的亮点 而且5G应用场景 就是在这里发生 好可是那如果再讲回来 刚才我们广告之前 我们也想过在科幻电影 看过的那种 你的电脑连你的电话 这个不说 但是连你的电视 连你的冰箱 连你的床 连你的窗帘 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 智能生活化 是真的会在发生吗 尤其在台湾 这对于我一个 比如说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来说 我每天就只想要买好菜 然后接好小孩 上下学 上下班 然后把先生照顾好 这样智能生活化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 我想 我想科技 就是一直在进步嘛 对 使用者是不断的会让生活更优化 所以因此会有很多的新的创新的技术 也一直会提供 你刚刚讲电视 现在慢慢的电视也会标配了摄影机在上面 现在已经有几个品牌 他都把摄影机标配在上面 就好像我们当年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必须要外接的什么摄影机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标配的 对对对 那手机也标配的摄影机 好这个就是小的萤幕 这是中的萤幕 大的萤幕就是电视 所以未来电视会有摄影机 因此电视跟手机 你的电脑平板 Notebook或是Pad 其实都是互动的 那也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 大概你应该去买电视 或是没有所谓的不是Smart TV 通通都有WiFi模组在电视上面 对 所以有WiFi的话 他就很容易的跟其他的设备 跟你家里的网关设备 跟不同的Sensor 像刚刚的WiFi 他有好多的插桌 灯泡 或是床脸的感应器 等等 通通都会结合 那设备跟设备的互动 让使用者自己去设定说 当他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这个时候是让客户来 让user来自己去定义它的话 这个互联网的生活是很普 会很普及的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这个影像的传输 跟连结跟8K的这个 趋势会结合吗 因为他又需要更大的解析度 传输量 速度上怎么克服 这因为我 因为我们公司负责 这个联网的部分 那8K的影像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我就不是很内行 不过我们是负责联网 只要是频宽够的话 你8K的那种 那个所需要的流量很大 来做联网 那就可能是未来5G 就没有问题 所以全部都是会跟未来的趋势 连接在一起 这个都有关联的 好 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 我知道你们的这个 整个物联网的精髓 还有智能平台上面牵手的 这个功能做得很好 如果要替2020年 再下一个新的年度的目标的话呢 你会希望 刚才有2300万台的装置 是用你们的技术吗 你会希望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部分我们都 连续这几年都是一直 成长200% 我刚刚听到 那是北美的市场 那我是说我们的 那个设备的接续的量 一直每年都有 大概有将近20%的成长以上 这个我觉得设备的成长 应该还我还蛮乐见 但我最更期待的话 是是刚刚讲的新的商业模式 subscription的那个model 越多的客户 因为这样的越多的客户 因为我是跟他share的 他向end user收了三块钱 他拿一块 另外的两块 我要跟设备 还有跟网路商来share 所以他做的越多 我们也是 明白了 可以创造每个月固定的营收 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消费习性的转变 心态的转变 没错 好今天谢谢Patrick 在节目上面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智能物联 上面的几个成功的例子 也希望新的一年3S 可以大放异彩了 谢谢Patrick 谢谢所有的听众 还有观众朋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那拜拜 拜拜 IC梦想家 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 跨域汇流研究所 共同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